欢迎回到新闻现场 全台454个公股银行 由于据点在今天开放兑换新钞 但受到疫情升温的影响 换钞人潮明显比往年还要冷清 不过现场还是有民众一口气 换10万元不等的新钞讨吉利 另外疫情升温 台银也加强了防疫措施 除了要量测体温之外 还要填写新钞兑换明细表 落实实名制等等 就是要让前来换钞的民众都能安心 英语绵绵 但仍有不少民众 抢在换钞首日来排队 更有民众各个面额全都换 一口气共换了十万 要来迎接新年星期下 换了十万块以内这样 换一下新钞给子孙讨个喜庆 我往年到排队很久 今年好像我到了 经过的银行都没有什么排队的人潮 受到疫情影响 换钞人潮明显冷清许多 除了量体温酒精消毒 排队保持社交距离外 还要填写新钞兑换明细表 落实实名制 不止央行被托六千亿元新钞 财政部也强调 工股行库ATM都将博满新钞 到昨天晚上为止 这一些ATM已经有 六十七万人士的提领 那提领的金额 也超过八十七亿 有效的提前的来疏散 这一些人潮 证问虎年经济台营董事长 吕洁诚也看好 今年经济成长率 百分之四以上没有问题 台湾的这个供应链相对完整 而在面对这个环境多变的时候 我们也看到台商的应变能力 较其他国家好很多 我们应该站稳四%应该没有问题 最逃袭的一百元新钞 台营还是强调每次现换一百张 民众也把握机会储就换新迎来虎年吉祥一整年 记者刘富斯联师修台北采访报导